叶神月和艾奥的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 第一侦探和冷血天才之间 谁能率先抓住对方的破绽呢 艾奥的第一项测试 是让叶神月发表一下对于基拉声明的观后感 他察觉到不对劲 艾奥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出现了第二个基拉 叶神月顺时提出 他感觉这个基拉另有其人 总一郎听到儿子的回答 也认为他应该洗脱嫌疑 真正的基拉是不会暴露这个线索的 可是艾奥却说 叶神月最起码还有10%的嫌疑 艾奥继续问出第二个问题 我应不应该答应第二基拉出席发布会的要求 叶神月断定 他绝对不会同意在电视上露脸 他索性关心起艾奥的安危 建议取消发布会静观其变 即使叶神月没有露出破绽 艾奥还是坚称 他现在还有1%的嫌疑 作为最后的测试 艾奥打算让叶神月以基拉的身份提出建议 他们想发表一份第一基拉的声明 便以此为陷阱引诱第二基拉现身 这份声明刚在电视上播出 迷海莎就接到叶神月的电话 他已经为海莎准备好了一份妥协的回答 虽然他不晓得叶神月的计划 但只要是他的安排 迷海莎都会毫不犹豫地执行 叶神月在三叮嘱 千万不要在纸上留下指纹或者任何线索 最好让其他朋友帮忙游记 两人的合作是必然结果 他和迷海莎定下君子之约 如果他们被抓获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提到对方或者死亡笔记 你要是坚持不住 我会在笔记上写下你的名字 他不仅没有伤心 还觉得这样很浪漫 只要能帮助叶神月实现理想 他宁可付出自己的生命 钓鱼计划就这样失败 第二封信上也没有检查到指纹 L垂头丧气地坐在椅子上 他看似无意地说道 要是能听一场演唱会也不错 叶神月从衣服里拿出迷海莎的门票 要是明天有时间 你可以过来放松一下 其实他没指望L能真的出现 可出乎意料的是 L竟然真的以身犯险 他略带挑衅地说道 这里只有你知道我的背景 如果我这几天出了意外 那其他人就会确认你基拉的身份 叶神月没打算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立即通知迷海莎 站在我旁边的白衣男子就是目标 一定要记住他的名字 可是叶神月没有想到 L竟然如此狡猾 来的演唱会还要带十几个替身 他只能在人群之中苦苦寻觅 最后成功找到L的真身 L开始分析两个基拉之间的关系 叶神月却毫不在意 哪怕你说的都是事实 这场游戏也是我赢了 但是L胜券在握的表情 看向舞台 迷海莎竟然没有出现 这始料未及的结果让叶神月乱了分寸 L也亮出自己的底牌 在第一封信上 他们检测到了疑似女性的指纹 在第二封信上 他们又发现了微量的向日葵花粉 这两项证据成功锁定了迷海莎 他已经被紧急逮捕 迷海莎被绑在密室里 就连眼睛也被挡住了视线 他能否经得住L的审问 叶神月担心迷海莎安危 刘克却在一旁危言耸听 他会不会按照约定的那样 在笔记上写下迷海莎的名字呢 叶神月担心迷海莎的安全 这么单纯的外行人 是否能扛住L的审问 刘克怂恿他写下迷海莎的名字 但叶神月始终不忍心 亲手了结他的生命 L想从他的嘴里套出 吉拉的线索 迷海莎情绪激动拒绝配合 可惜无论他如何挣扎抵抗 都无法在坚固的牢笼中 获得一丝生机 叶神月打给父亲总一郎 以男朋友的身份 询问迷海莎的状况 L抓住时机 故意大声询问 你是否知道吉拉的身份 他继续挑拨两人的关系 说吉拉为了保命 一定会除掉迷海莎 只见迷海莎突然安静下来 他坚定地说道 杀了我 你应该可以做到吧 此言一出让众人不知所以 而叶神月却听出来 他说话的目标并不是自己 他立即要求父亲放了迷海莎 否则他真的会失去生命 可是叶神月无法说明原因 总一郎只能挂掉他的电话 原来他拜托之人 正是守在身边的雷姆 难道你真的愿意 为叶神月牺牲吗 面对雷姆的疑问 迷海莎幸福地笑了 能爱上他 并且守护他的梦想 便是此生永不后悔的决定 雷姆万般无奈 用右手靠近迷海莎的心脏 他的身体在请客之间失去生机 L随即认识到大事不妙 太原进入密室检查 迷海莎的脉搏 他已经失去呼吸 却在虚域之间苏醒 迷海莎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以为绑架自己的是 之前的保镖 L也发现 他对积拉的事情一无所知 难道迷海莎是在演戏吗 雷姆找到叶神月并告诉他 他让迷海莎放弃了笔记的所有权 积拉和笔记的事情 他会忘得一干二净 死神之眼的能力也会消失不见 但讽刺的是 他对你的爱却没有受到影响 叶神月总算松了一口气 游客却嘲笑他 同情人类真是不配做死神 他将红色笔记交给叶神月 还满腔怒火地威胁道 如果你不能救出迷海莎 那我就要了你的命 L知道 继续审问迷海莎也是徒劳 他决定让叶神月 作为相关证人接受审讯 就在此时 叶神月竟然主动上门 还对总一郎承认 自己就是积拉 他满脸委屈地解释道 世界第一侦探都在怀疑我 就连我的女朋友都遭到牵连 可能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在不知不觉中犯下了大错吧 所以你们一定要全力以赴 教我调查清楚 因为避嫌的关系 总一郎要暂时休假 而在叶神月 对关键密室的日子里 积拉的惩罚也突然消失 虽然这看上去 加大了叶神月的嫌疑 可是L却觉得十分蹊跷 他为什么不继续犯案 来减轻自己的嫌疑闹 过了一个礼拜之后 走在大街上的路人 突犯心肌梗塞 积拉的惩罚再次降临 多名犯人接连遇害 L认为可能是出现了第三积拉 他的注意力还锁在叶神月的身上 并且不让他们告诉叶神月 有关积拉的事情 在同一时间 某个阴森的房间里 有八个人围坐一圈 他们竟然在投票表决 接下来要处决的人会是谁 他们选中了某公司的高层 然后将答案告诉了积拉 这个人并不是罪犯 却也遭到积拉的制裁 叶神月身陷淋雨 要如何实施惩罚 难道真如L猜想的一样 已经出现了第三个积拉吗 叶神月以身犯险接受调查 然而在被关进密室之前 他已经做好中逆计划 他将粉色笔记埋藏起来 同时希望雷姆 将自己的黑色笔记交给下一个人 这个人要拥有一定的野心 只要他为了一起私欲使用笔记 就一定会落在L的手上 如果到时候L还在怀疑自己 他就会放弃笔记的所有权 我就不信没有了记忆 L还能抓住我的把柄 刘克佩服叶神月的胆量 可是你没有了记忆 又要如何恢复积拉的身份 叶神月坚信 只要他真心期盼一个没有罪犯的世界 那笔记就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手中 在叶神月对关押审问期间 雷姆在城市中寻找符合条件的目标 他对这个人提出一个条件 你若是想自由使用死亡笔记 那就必须将新闻中报道的罪犯写在上面 果不其然 积拉的惩罚又一次降临 而四叶草公司的八位干部 也和积拉取得联系 他们每次都会票选出一位 对公司有威胁的竞争对手 并通过积拉将其除掉 已经过去了半个月 叶神月还在等待雷姆的消息 但是L命令手下 对其封锁有关积拉的信息 在探员送饭的时候 就是这句别担心 让叶神月确定 雷姆的任务早已完成 大奥看到叶神月精疲力尽达到极限 于是让管家准备测谎仪 他告诉叶神月 每个问题都要回答不是 第一个问题 你的名字是叶神月吗 在他回答不是之后 测谎仪的曲线有了明显波动 叶神月打断大奥的第二个问题 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那就放马过来吧 尊严什么的 我早就不要了 守在身边的刘克终于兴奋起来 不要了三个字 就是叶神月约定好的信号 刘克不需要在意前言后语 一旦听到不要了 就代表他放弃了笔记所有权 刘克拿回所有权后迫不及待地离开 他终于可以出去吃苹果了 因为叶神月的坐姿本就是低着头 所以在他昏迷之后 L也没有察觉异样 他问出第二个问题 你的真实身份是不是基拉 苏醒后的叶神月丢失了相关记忆 面对着莫名其妙的审问 他自然回答不是 L很是意外地看着测谎仪 上面的曲线竟然没有一点反应 这个结果着实出乎意料 L思索良久也没有想到原因 他直接打给叶神总一郎 虽然没有得到确实证据 但我仍然认为叶神月就是基拉 总一郎趁着没人知己闯入密室 既然他铁心认定你是基拉 待下去的结果就是必死无疑 于是叶神月跟着父亲离开这里 调查小队还在商量 要如何抓住基拉 他们突然收到L的邮件 在受害者之中 有三人不是罪犯 但都跟四叶草公司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在他们死亡之后 四叶草的市值 也在逐渐稳定的增长 他们准备报告这个线索 回来后却发现 密室里的叶神月早已消失不见 在L看到邮件之后 他说这个线索不是自己提供的 L看向了监控 而在幕后观看之人 正是华米兹之家的第一侦探尼亚 总一郎将叶神月带到一个地下仓库 他本以为父亲要解救自己 却没想到 总一郎竟然拿出手枪瞄准了叶神月 难道叶神月的创始计划 真的走到了尽头吗